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座行为示范的高等学府 一个为人师表的梦想摇篮 河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高校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营制计划入选高校 河南师范大学坐落于此 河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23年的中州大学理科 1953年与平原师范学院合并 改称河南师范学院 后更名为新乡师范学院 1985年定名为河南师范大学 当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胡锦涛、王文元、万刚、卢展工等 先后来小视察指导工作 97年碧露兰旅、风雨京城 97年世智不渝、败折不挠 融住了崇文明道、上诚守得、报谱求真的师大精神 学校现有25个学院、83个本科专业 基本形成了文理工等学科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28个省级重点学科、一级学科 两个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A类学科 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7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博士专业学位类别一个 硕士专业学位类别18个 在校生5万余人 现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一个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一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两个 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两个 建有全球第一家帕瓦罗地音乐艺术中心 有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等 14个省厅级人文社科平台 有河南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与服务中心等 9个校级特色与应用研究基地 在这里 徐人辈出 全心璀璨 曹理钦 郝相吴 孙祥正 赵新吴 赵继彬 李俊甫 姚从公 魏明初 樊盈川 杜孟罗 孙作云 黄敦慈 许孟盈 卢锦梭等知名专家 学者先后在校从业 奉献智慧 在这里 俊艳云集 名师惠粹 王健吉 常俊彪 鲁公如 徐存栓 郭宗明等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 中原学者 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 国家级教学名师 执兵任教 一代代师大人 怀揣经与良才 教育报国的初心 并成厚德博学 至于至善的校训 弘扬明德 正学 畅和 初心的校风 信念坚定 披荆斩棘 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 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 取得了协助成绩 多措并举 陪陶玉礼 学校围绕 立德庶人根本任务 建行修智学 立示范 起智慧 义品行的良好教风 因才师教 分类培养 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坚持课程育人 科研育人 实践育人 文化育人 网络育人 心理育人 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 资助育人 组织育人 形成了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 长效机制 收获雷雷硕果 学生荣获中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奖 中国音乐金钟奖 中国校园戏剧奖 中国舞蹈荷花奖 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 合唱优秀奖 以及国际数学建模大赛 挑战杯 创业大赛 中国师范大学 理科师范生 教学技能创新大赛 大学生英语竞赛等 国家级奖项 1300余项 在中国师范大学 理科师范生 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中 河南师范大学 累计获奖比例 在全国师范大学 高居第一名 并在第七届赛事中 获得大赛最高奖创新奖 连续四届团体成绩 位列前三名 本科生员质量不断提升 录取分数屡创新高 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持续保持在90%以上 应届本科生考研录取率 稳定在25%左右 2019年考研率高达29.75% 在中国大学评价性价比排名中 我校位居全国第十位 河南省第一位 建校以来 学校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 近30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统一 张索江 著名剧作家陈永泉 多位长江学者 千人计划 多位省部级领导 多位企业家 从学校走出去 更有无数的中小学校长 优秀教师 活跃在教育一线 文理功能 取言相扎 学校始终坚持 育人为本的办学宗旨 以振兴中国教育事业为己任 光大上城谱 请学问 众团结 养正气的学风 作为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优秀学校 学校拥有 国家级教学质量 工程校六十四项 其中 国家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四个 经由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十三个 河南省一流 本科专业十一个 先后获得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七项 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一等奖两百余项 教学质量英识 教书育人成效显著 近五年来 学校主持国家863 97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重点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国家新火计划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等 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项目 一千四百余项 获得国家科技进博二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科研成果奖励 一百二十多项 学校化学 工程学 材料学三个学科 进入ESI 全球排名前百分之一 2019年 全球自然指数排名位列 全国高校第五十九位 2012年一篇博士论文获得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实现了河南省和我校 该项荣誉零的突破 2019年 江志勇入选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这是当年我省获批的 唯一一项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还正于入选国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这是我校 国家级高层子人才项目的 又一次突破 教师平均学术水平和教师技巧 在中国大学评价中 连续多年位列 省内高校第一 河南师范大学不断发挥 自身优势与特色 积极与地方政府加强联系 打造正产学研合作新模式 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在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与新医药 现代农业 生态环保 文化产业 互联网商务等方面提供关键技术 提升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组建河南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院 与新乡市人民政府组建新乡电池产业研究院 牵头建设新乡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学科技园 参与建设新乡市大健康产业科技协同创新创业中心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发挥教师教育特色 助推中小学教师专业化成长 国陪计划示范营营 省陪适陪联动发展 服务基础教育成效显著 发掘弘扬 欲识维新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和血脉 学校以文化建设纲要为统领 大力实施文化建设六大工程 不断提高学校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肩负传承创新中原文化的使命 始终重视对中原文献与文化的整理研究 努力加强中原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不断促进省内外的文化交流 弘扬中原文化兼容重善的特点 发挥其辐射力和影响力 坚持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放眼世界 前瞻开放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学校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不断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先后与60多所国际知名院校 建立了校级联系和友好协作关系 顺利实施了与法国佩皮尼昂大学的 3加3本科研究生校级联合培养项目 2017年初 我校与佩皮尼昂大学 联合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法语专业项目 或教育部批准 积极承办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鼓励支持广大师生出国学习研究和交流 大理实施河南省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留学生自主招生项目和孔子学院奖学金 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自主招生项目 扩大留学生培养规模 丰富留学生培养类型 2015年 我校作为中方八所创始成员单位之一 推动成立中俄文化高校联盟 意大利著名艺术指导马可·贝雷伊 世界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原意大利费拉拉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保罗·科尼等 先后来我校任教 保罗·科尼教授成功入选第12批国家千人计划 创新长期项目 实现了我校该国家级人才项目零的突破 时不我语 负重致远 如今的河南师范大学 以校风纯 教风正 学风浓 享誉省内外 学在师大 欣喜国家的美誉 在中原大地不敬而走 凭借一代代师大人的底力进去 并持厚德博学 止于至善的信念 步入了激流勇进的发展新阶段 前路修远西 上下而求索 面对双一流建设的历史机遇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 师大人将以更加自信昂扬的姿态 向着建设世界知名 全国著名 区域引领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 阔步前进 estrena 山